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第四个大问题 佛法在平凡处 一切法皆是佛法 《金刚经》有一句话 世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有人说一切法都是佛法 那杀人放火也是佛法 没错 也是佛法 那别的宗教也是佛法吗 对也是佛法 都是佛法 明白吗 杀人放火 他会受报的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就是因果报应 这就是佛法 怎么不是佛法呀 《金刚经》里边讲 世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祝菩萨摩克萨应入世生清净心 不应祝色生心 不应祝生相为处法生心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还是应无所助 以一切实处产生清净心 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开口 就已经在说法了 从他的吃饭 穿衣 起食 哪怕包括洗脚 扶作耳作 衣食住行 都是在表法 都是在说法 一切自然成仪 佛门讲 叫行如风 坐如钟 站如松 这都是法 出家人要有出家人的风度 风采 在家居士也有在家居士的风采 居家修行知识嘛 就是在家居士 叫居士 一切行为举止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工作 生活 都是佛法 都离不开佛法 意思是大家要有一个修行的概念 要用佛法来贯彻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贯彻到自己的行为中去 再讲个故事 以前呢 有一个妇女 她经常从自己花园里头采集鲜花 送到寺院里头供佛 有一天呢 他去供佛的时候 碰巧一位无德禅师看见他了 他说 大菩萨 你经常来拿鲜花供佛 随喜你的功德呀 根据佛经 你用鲜花供佛将来会得相貌庄严的福报 相貌庄严呢 也是修来的 大家注意啊 为什么还有外挂裂走啊 用中国的说法 是女娃造人的时候啊 一开始拿牛捏 拿手捏 捏得挺好 后来捏多了 烦了 累了 就开始拿这个柳条子 柳树枝啊 蘸着泥水 扫 洒 洒得满地都是 那就成了外挂裂走了 根气差了吗 按照佛法讲 人长得圆满是修来的 你看地藏王菩萨长得非常圆满 这是修的 无事节也来修的 用鲜花供佛得相貌圆满的福报 所以说 无得禅师啊 就跟这位拿鲜花供佛的居士讲 你将来会得相貌圆满的福报 随习你的功德 结果这位居士就讲 他说是啊 我真的喜欢用鲜花供佛 不过呢 我在寺院里来的时候 心里都很清静 很平静 等我回到家里啊 我是家庭妇女 家里那么多的琐事 沉迷油盐 就心挺烦的 我怎么能心里不烦呢 这个无得禅师就问他 他说你家里有花 你应该知道 懂得养花的规律 那你怎么能保证这些花 能够长久的 时间更长一些 不枯萎啊 你家里养花的时候 或者你插花 能够长时间的不枯萎呢 这个女居士就回答 他说呀 要想让花啊 能够长时间的不枯萎 剪下来之后插在花瓶里头 水呢 每天都要换 换新水 而且呢 换水的时候 用剪刀把那个花枝啊 底下末端剪去一条点 剪去一截 因为它在水里泡着呢 时间长了容易腐烂 不容易吸收水分 把它剪去一截 成了心茬了 容易吸收水分 这个花呢 开的时间会长一些 无德禅师就讲 哦 原来这样 那么人生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平常 经常检讨自己 就像曾子说的 五日三行我身嘛 经常检讨自己 改正自己的错误 使我们的心情 就会永远保持清静 身世菩提树 心为明镜塔 时时擒浮世 莫时惹尘埃 因为人哪 从无视节以来 有许许多段的毛病习气 这些个毛病习气 科服的过程 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 就像养花一样 经常修剪 其实人啊 人类啊 最缺少的是智慧 最大的敌人 就是自己 自己的什么呀 贪嗔痴慢一恶见 这些个烦恼 都是自己的敌人 所以作为修行人来讲 就是修这个 修清静心 就像养花一样 经常的换水 经常的修剪 才能保持我们这颗清静心 修我们的清静心 这个居士啊 听到无德禅师的话 很受启发 他说好啊 他说我要是能到寺里来 长住些时间就好了 无德禅师就跟他讲 他说其实你的呼吸 就是禅畅 你何必到寺里来呢 到家里也同样能可以修行的 你的脉搏就是中骨啊 呼吸是禅畅 脉搏是中骨 在家里一样 在寺里也一样的 在家里照样可以修行 而且是大修行 咱们佛们有一句话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就在汝心头 人人有座灵山塔 好在灵山塔下修 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嘛 心佛不二的 所以大家呢 修行来讲 从修行的角度说 在家修行 是大修行 因为在社会上 或许叫市井 现在叫社会 社会上 有各种各样 复杂纷纭的矛盾 你要面对 你要处理 叫历史练习 你在处理的过程中 就提高 你的本领 通过《诵金刚经》 用《金刚经》 来指导你的工作 指导你的生活 指导你的行为和思想 言论 来通过历史练习 来提高我们的智慧 提高我们的觉悟 出家了 这是缘分 该出家了 八匹马拉不住的 不该出家 拽出来 它还会还俗的 一切随缘 所以大家修行 要修心 前几天有一个沙密梯度了 老早的准备好红包了 按照佛门规矩啊 师父给剃度了 要供养红包的 我就告诉他 你把红包放到功德乡去 不供养师父 师父不要钱 要你的修行 你好好修行 师父就欢喜了 所以郑觉寻师啊 以后就要割除这个漏席 见钱眼开 徒弟跟师父之间 也得用金钱交换 不要 昨天跟大家讲过了 以前也跟新中文讲过 郑觉寻师现在正在建设 不收门票 以后建设好了 有了山门 有了院墙 也照样不收门票 干嘛收门票啊 大家建的寺院 佛门弟子 到了寺院了 就是回家了 哪一个儿女回家 看父母来了 还得拿上钱呢 是吧 你只要修行好了 你事业发达了 师父就高兴 就欢喜 这就好了 你对祖国 对社会 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佛菩萨也高兴啊 也欢喜啊 今天中午 吃中午饭的时候啊 到六合楼 今天第一次开火 中午 人拿到六合楼吃饭 过斋 有几个人 两拨 他们是游 到那个游 莲花山游乐场 去玩的 到正月四 上了六合楼了 进去了 看着正吃饭 还有一个小姑娘问 吃饭要钱吧 花多少钱 就有信众说了 有局势 一工奖 这不收费 他们挺高兴 坐下来就吃 要别的寺院 可能有的寺院 就不愿意 怎么坐这就吃 因果关系呢 因缘果报呢 没有了吗 不对的 他吃了佛家的饭 种下成佛的音 等于解个佛缘 何乐而不为之呢 对吧 这也是不住相布施 因为布施一顿饭嘛 咱们有没有山珍海味 是吧 几块钱的事 这人要那个钱那什么 算大账 别算小账 他能学习佛法 能修行 能成道 咱们寺院的常住 出家人都会欢喜 佛佛萨也会欢喜的 阿弥陀佛 好 阿弥陀佛 我们日常生活中 要能够安住真心 调伏 虚妄 狂妄的心 这才是真功夫 关键 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修的概念 要修行 要时刻提醒自己 要修行 不要把自己等同于一般人 普通人 你是修行人 要有一个修行的观念 概念 时刻提醒自己 要修行 包括行住坐卧 吃饭睡觉 工作生活 都在修行 这是关键 修行的目的是出示的 了脱生死 跳出轮回 但是修行 还得从入示着手 从修行的次第来讲 还得先入示 以后才能出示 如果像 现在我就修出示 修不了它 包括出家人 在寺院里生活 在寺院里居住生活 也得先做事 不是在那儿 整天一打坐 两眼一闭 这是修行 也是修行 这是修会 但是你没修府啊 将来会脱空脖的 你出家人 也得府会双修 修府修会才可以 那么在家居士 在家信众 也是这样子 都要修 所以我们在 佛法修行的大路上 一方面 是为了自己的解脱 同时呢 也要带领周围的人 一起求解脱 这样才可以 这就要求大家 舍弃小我 成就大我 要自度和度人 这是一不是二 佛教是不二法门吧 自度度他 自立立他 是同时进行的 不可以分开来做的 但是入室 不是让大家回到 那种放纵 和声色全马中去 也不是 还要约束自己 入室不是让你 哇 什么都干 随便吧 不是的 要严格地要求自己 用佛法 用佛教的戒律 要求自己 这是高一层的要求了 第一层要求是什么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现在叫游戏规则 你就是经商 也有经商的游戏规则呀 经商的规律呀 大家都要遵守 这样才能有秩序 社会秩序好了 一切都和谐了 那我们的工作 就好开展 就好做 你生意做起来 也会顺利 不可以骗人的 这个要注意 骗人不会长久的 也可能得基于一时 但是不会长久 从佛门的角度来说 要想做佛伤 不单是佛伤 就是乳伤 佛伤 乳伤 禅伤 力身都要挣 有的做小买卖的 做小生意 可能骗骗 但是想做大生意 不能来点半点虚假 按照规则除牌 按照一切法律法规 按照一切法律法规 它的规律来做事 这才行 经商有经商的规律 所以我们作为佛门弟子来讲 做佛伤也好 做佛门弟子也好 都要立身要正 行为要合乎佛法 这样才可以 要约束自己的行为 行为是由思想来控制的 来支配的 佛门讲 身 口 意 三个方面 善 护 身 业 不识 律 宜 善 护 口 业 不及他过 善 护 意 业 清净 无 染 约束自己 在深 口 意 三方面 就是思想 言论 行动 这三方面都要约束自己 这样才可以 才能做大事 否则耍小聪明 今天偏偏偏这个 明天偏偏那个 今天借这个钱不还 明天借这个钱不还 时间长了就臭了 没人相信你了 没有信用了 这是最可悲的事情 超越一切的大卸托 首先从眼前的小事做起 连吃饭穿衣 都不能摆脱烦恼的话 就更谈不上 了脱生死的大事 所以大家呢 要按住出世的超脱之心 从入世上做起 日常生活中 能够安住真心 调伏狂心 才是真功夫 说意行难 如何练心 怎样安心 请看第七集 凶在当下 善护念 后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